尤其是咱们在国内受的教育 很少看到这些图表 看到这个图表的时候呢 就比较懵 不知道自己应该去怎么去写 是全写了呢 还是写一部分呢 还是只写重要的这个点 对 而且呢 有的时候连图都看不懂 今天讲清楚这个A类的写作的模式 A类写作的模式 A类和G类写作呢 它都是要求一个小时啊 完成一个小时完成 很多同学可能考过这个雅思 很多同学可能是第一次准备去考试 是吧 有没有考过雅思的同学 敲一个2进来 然后没有考过同学呢 我简单说两句 就是他的要求是 20分钟的小作文 大家看到了啊 20分钟写一个小作文 小作文的字数要求呢 是至少150字 一般我们都建议写到160啊 到180字 不要写太多 对 然后呢 A类和G类的区别呢 主要就在这个小作文上了 G类呢 是写信啊 投诉信啊 或者是咱们说的这种啊 感谢信啊 或者邀请朋友来一个party啊 这种跟生活相关的东西 但是呢 A类啊 他写的东西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抽象 对啊 他比较抽象啊 其实他并不抽象 他比较实在的 但是呢 相对来说很多A类同学呢 尤其是咱们在国内受的教育 很少看到这些图表 看到这个图表的时候呢 就比较懵 不知道自己应该去怎么去写 是全写了呢 还是写一部分呢 还是只写重要的这个点 对 而且呢 有的时候连图都看不懂 这时候就比较纠结 OK 好 那今天的老师帮助大家 在快速的时间内呢 然后把这个小作文看懂 并且呢 知道如何去把它分段 然后呢 之后呢 自己去练习 把它写出来 OK 与此同时呢 咱们在YouTube的网上 还有两到三个小作文的视频 如果今天大家趁热打铁的话 我觉得今天 应该能把小作文就完全吃透了 回家之后就可以去做练习了 当然老师也会给大家去建议 如何去最快速的 最有效的去复习 雅思A类的小作文 好 那今天看到的第一个小作文呢 20分钟 150个字 它需要让大家去写一个线图 那大部分图呢 都分为线丙柱 记住了这个顺序 线丙柱 怎么还得记住顺序呢 就是因为什么呢 线图比较好写啊 最容易写 因为线图 它属于动态图啊 动态图的英语名字叫dynamic dynamic 我写一下啊 大家可以抄一下 做一个笔记 dynamic 静态图呢 叫static 对 static 就是咱们说的静态的 或者咱们说的静止的 叫static dynamic图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写啊 静态图当然也不难 之后咱们讲如何去 去这个写这个静态图 静态图做对比比较多一些 当然动态图有自己 就是一个运动的过程 自己和自己就可以比 与此同时呢 我要和其他的做比较 OK 好 咱们按照规矩 还是应该先按照顺序去审题 对吧 就是把框框里面的题目 咱们先审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OK 有没有生词呢 应该是没有的是吧 没有生词 但是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下面的两个表格 注意这个chart加了复数啊 语语里有很多的加复数的东西 尤其在雅思的听力里面 和雅思口语里面 写作里面都要去注意它 the charts below show the changes 好 它都是改变 因为改变所以有上下啊 有上升下降 in ownership 它这个词写的就蛮好的 嗯 我怎么去把它替换 或者我是不是用原词呢 我就要考虑这个事情 electrical appliances 这个呢 有很多 刚才在下面可能大家注意了啊 有washing machine 有refrigerator 有vacuum cleaner 有这么多的东西啊 这个咱们可以列举吧 可以列举出来啊 such as a b and c 但是很多同学说了 我把它写出来是不是凑字了啊 凑字只是一方面 但是尽量不要以凑字为这个主要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把看到的重要的信息把它写出来啊 and amount of time spent doing housework 哎 它除了这个电子的这个家用电器以外呢 它还列举了这个amount of time 注意time是不可数 所以要用amount doing housework in households 就是在家庭里面 in one country 注意这只是一个国家 它one nation做的对比 between这个时间和这个时间 所以它有时间轴啊 它因为有时间轴 所以会有上升和下降 没错吧 所以时间非常重要 要不要写进去呢 of course 当然要写进去了 但是大家会觉得啊 就是每次给的时间怎么这么有意思 都是一个整数呢 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整数啊 然后20年到19年是多少年呢 1920年到19年 应该正好是差不多一个世纪 是不是 正好是100年 对吧 100年的话 咱们写100 years好呢 还是写a century好呢 大家马上就能反应过来 对吧 100 years等于a century 所以它想考到的大家这个词呢 是century这个词 ok好 那我现在说一下比较关键的考试的要求 考试要求是要summarize the information 好 也就是说不应该把所有的点都写出来 再说一遍 不应该把所有的information 所有的信息都写出来 而是找重要的信息 所以是key feature key feature important information 然后把它摘录下来 一会儿老师会讲哪些是重要的 by selecting and reporting the main feature 刚才已经讲到了啊 那哪些是重要的呢 那马上去分析一下 好 这个是有个时间轴 如果大家看这个下面的这个轴 我忘了它是x还是y it doesn't matter 就是下面这个横轴啊 它是一个时间 对吧 好 时间的其实点 重不重要呢 当然很重要 对吧 比如说咱们一起投资特斯拉股票 你是在多少钱买的 对吧 大部分同学都是在600多啊 500多的时候买的 但是我身边的人呢 都是在40多块钱买的啊 40多美金的特斯拉 那这时候我比较关心你多少钱买的 这样的话我对比什么最终的点 我才能知道你总体的盈利有多少 然后再乘以什么 你买了多少股 是不是这个道理 嗯 所以呢 其实点和结尾点怎么样 非常的重要 是key features 大家记住了吗 记一下笔记啊 就是在线图dynamic 就是动态图里面 咱们的其实点和结尾点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它的这个数量 左边这个数轴啊 数轴它的数字percentage 要怎么样 要交代清楚啊 所以在一开始的百分之一二啊 和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 这个都要交代清楚啊 在雅思里面特别有意思 一般都是三条线 ok three lines 一会儿我给大家举例子 那个立体也是三条线 三条线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去做对比 是不是 三条线啊 然后呢 它并没有颜色之分 只是画线的方式不同 ok 今天咱们看到的这幅图呢 是见十六 对 就是最新的那套题的 第一个test test1 里面的这个信息啊 所以它一般情况下 都是有一个巨型 很狗血的剧情啊 狗血的剧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最低的这一个 往往在最后都是最牛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而且呢 到最后和另外一个融啊 融在一起了 说明他们都是最终的老大啊 最终的老大 所以最低点呢 你一定要用什么 最高级把它表示出来 对吧 在一开始 谁谁谁是被使用的 最低的数值啊 一年是呃 被使用多少次 或者它的百分比是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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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这最低点很重要 那finally呢 最终达到了100%啊 就是说和另外一个怎么样 是持平了啊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持平呢 从2000年到 2019年 2019年 在最后的20 years 对吧 你可以说in the last 20 years 这个什么 这个是a washing machine 对吧 as well as 这个 refrigerator 对吧 are 什么 equally used as 100% of the households 对吧 in the 什么什么 country 对吧 最后这个要把它表示清楚 好 那三条线都上升了 对吧 三条线都上升了 但是它的幅度不同 所以呢 这里也考验大家 除了写其实点 这个点以外 从几几年到几几年 它的上升的幅度是什么 咱们华人喜欢用速度表示幅度 比如说迅速的增长 对吧 但是英语里 它不能说increase rapidly 它不能这样说 它有固定的单词搭配 这个呢 就像今天就不说了 大家就是花钱上课的时候 老师在讲 行吗 我觉得不太好 是吧 开个玩笑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如果你看到了这个上升 非常的大的维度 这时候我们用sharply这个词 OK 就是非常锋利的上升 那你翻译成中文就不像话 对吧 但是如果你用中文的方式 写英语也不像话 所以咱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sharp加ly这个词 sharply是接近于大概70度 75度这种状态 那如果我上升的还不错 比较快呢 那你可以说increase gradually 或者比gradually更高一级的 就是increase这个叫什么 significantly 我写一下这个词 这个词我经常在小作文和大作文里面 去使用 significantly 如果你会拼的话也可以打出来 significantly sharply 还有呢 如果我看到了第一副 第一个图 这个washing machine这个呢 相对来说呢 比较 这个 不是那么的锋利 这时候我会用gradually这个词 gradually 你看这些词翻译成中文 是不是 感觉很奇怪 很蹩脚 对吧 但是在英语里 他用的就很舒服啊 increase gradually 或者叫gradual increase 这时候的increase 变成了名词 gradual变成了形容词 ly呢 都是副词 副词就是动词 对吧 好 那同样下降呢 也可以用这些副词来表示 好 那基本上动态图呢 用的生词不是很多 上升下降 再加上副词 最终呢 你把它描述出来 谁和谁做比较 就可以了啊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 这个动态图 写150字 一会儿我会教大家 如何把它分段啊 那刚才讲的这个题呢 是组合图啊 组合图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有两幅图啊 大部分的组合图都是什么 就是有一个线图啊 有个丙图啊 有个线图 再有个柱状图啊 这样子这种combo 或者叫combination 那这道题呢 又给了一个什么 下降的一个趋势啊 下降趋势是 number of hours of household per week 这个基本上两三句话 就能怎么样 写清楚啊 还是同样的时间中 在100年内 对吧 就是100 years 或者你写上这个one century 或者a century 都可以 或者你直接说from a to b 或者是between a to b 这样就可以了啊 当然我们写清楚这条线之外呢 咱们可不可以做这个comparison啊 为什么做比较这么重要呢 它是线图 它只有一条一条线 怎么还要做比较呢 大家注意它的题目里要求 刚才我只说了一半 summarize information by selecting and reporting the main features 逗号 and 注意身体 make comparisons where relevant 只要相关 就要做比较 这个相关嘛 这三条线当然相关了 对吧 有的时候用这个 有的时候用这个电器 但是它本身 只有一条线相关了 当然了 在开始 70点 是50 numbers of hours per week 就是花50个小时 一周去做这个housework 而现在呢 就变成了很少的 有十多个小时 对吧 just 或者是only 都行啊 over 怎么样 over 10 hours per week ok for just over 10 hours per week 这样做比较呢 是怎么样 就是差不多五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开头和结尾 如果没有其他的对比 我们可以自己来和自己做对比 那这样的话 就点着题去写了 好官就非常的开心 对 就是这样啊 所以如果你想写好 这个小作文的话 你需要很聪明的写 而并不是describe everything 把所有的信息都写出来啊 那样受累不讨好 是吧 就是说你非常很辛苦 花了很长时间 30分钟 写完了一篇 大概200字的小作文 最终呢 其实应该把时间花在大作文 你只要写这个key feature 和making comparison就好了 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们点个赞 这样的话 就有更多的考雅思的同学 会看到这个视频了 我们将会帮助到更多的同学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watching I'll see you next time